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函数部分的内容 那么在对于函数的一个理解上啊 我得先问一下大家 已经学完列表字典呃 圆祖以及我们所谓的什么来着 列表圆祖字典集合 学习完这些最基础的这些数据类型 以及最常用的一些成绩逻辑的同学 你给我刷个一好吧 就是你学过列表了 学过字典了 学过后循环了 对学过will循环了 学过eve判断了 你把这些你都学过了的同学 你就刷个一 我看一下有多少 你说的都没啊 没学没关系啊 没学没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会简单的去运用到 其实这些东西也不难 eve判断它也无非就是一个判断嘛 要不是要不否对不对 循环嘛 无非就是一个一个的去便利嘛 对不对 字典列表这些都是一个数据的一个容器 或者说我们叫他就叫做一个数据类型是用来存放数据的 只不他们的一个格式或他们的一个含义不是特别一样 但是理解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之前学习这块内容的时候只花了就这个两个小时啊 这个列表字点缘组还有这个复循环一幅判断这些我全部看懂了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难的部分就从函数部分开始的 所以我们前面的内容如果你没会的也没关系啊 那我们在这里先来说一下这个函数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更异 或者说最基本的一个理解我们为什么 要使用函数 你得先搞清楚我为什么要使用函数 首先这个问题很多同学都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比如说我们之前所写过最简单的 哪怕你没学过列表和字典 你学过最简单的一个程序 哈喽对 哎哈喽我的我就不打了 跟世界一直打招呼不好意思 对不对 打印哈喽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呃 第一个吧 py 代码对py 代码你实现的 当然你往后去学习的话 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负循环的 变出来这里边的十个数从零到几啊 从零到几 变力出来这个零到九变力出来十个数 对不对 这是便利 你已经你还学过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做一判断 对在这个理据当中我还可以加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按他大于 五 我才把他给打印出来才给他输出也就会只打印六七八九这些数字小于五的数都不会打印那我们再运行 对他只打印六七八九 这些是你最在前面就已经学习过的我们那个什么 内容哎去前面所学习的内容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去编写或者说怎么去制定我们的逻辑 我们有这种语句的控制 负循环 一步判断这些有这些基本的数据类型 字符串列表字典 集合元祖这些那我为什么还需要用字典对为什么还要学函数那么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在我们拍森这个学科当中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就是你已经学到过的一些内置的函数没办法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我们之前啊学习过一个内置的函数叫做 来这个函数只需要传进去一个可以变化的或者说一个呃序列就可以去计算这个序列的一个长度 当然我传进去的是一个字符串所以他会去判断这个字符串一共有多少个字符那如果我传进去的是一个列表他会去判断这个列表当中有几个元素也就是说我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他是用来去计算我的这个什么序列的一个什么长度的 那么现在假设我们没办法使用对那么假设啊我们没办法使用这么一个认识 哎没办法使用他了那我们怎么来实现一个计算一个字符串长度的一个功能呢 想想假设我在这里啊有一个变量吧有一个s1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其实就是一个哈喽 呃打一个派生吧我给你派生打个大夫哎哈喽派生这是一个字符串 现在我想要去计算一下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怎么去计算想一想 123这是你人为的去查啊现在我们想要让程序帮我们去计算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去定一个变量这个变量表示的是当前的一个长度为0对记记录一下啊当前其指位置是0然后我每一次进行一次复循环也就是每每便利一次对我每便利一次从哪里便利啊从我的s1当中去便利出来每一个字符 便利一次意味着我当前的这个变量就可以进行加1哎便利出来h那我的这个字符串长度就是1然后便利出来e那就是长度2然后l3一直往后去进行一个手说法就叫做白手指对数手指1234对小的时候不会算这个2加2不会算这个5加6都是白的手指算的手指都不够用就白脚指头对不对那么这个复循环其实也是这样的啊我去一个一个的去算那我只需要对这个变量 进行一个运算就行了我这里可以直接是写成一个最简单的形式叫做加等于当然你可以写成一个我们比较熟知的一种形式叫做等于哎这个长度就等于原来的这个起始长度加上我每一次便利出来的一个长度加一嘛对你便利出来一个字符我就加一便利出来一个字符加一那么这里一共有多少个字符我这个最后这个变量他表示就是整个字符串长度哎整个字符串长度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来打印了 打印一下什么打印一下这个变量运行来看一下 12这表示是当前这个字符画他的一个长度你自己算一下是不是12个因为这里有一个空格空格也算是一个字符所以他也算在这个 数字内是吧他也算一个啊所以这里一共是12个哎12个现在我们的功能已经实现了能够理解这个功能的同学给我刷的先话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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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你的这个程序 变力到最后一个字符的时候 这个程序就结束掉了 那我最后打印的这个字符 这个变量就是我们当前计算 计算之后啊 相加之后的一个结果 相加之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理解了这么一个程序逻辑 我们只需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对 只需要去做一件事情 什么我要去计算一个字符上长度 但是这里你已经实现了 对计算一个字符上长度 现在有点麻烦的就是 如果我现在计算的是s1啊 对我们现在计算是s1 但如果我现在想要去计算一下s2 比如说我在当前啊 有了一个s2的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字符串内容还是哈喽 变成了马克 变成了马克 那么你想想 现在这两个字符串 只是内容想改变了 那我整个的程序逻辑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所以你就会把下面的这份代码复制到我们的这个s2下面 哎这个时候便利的内容就是s2了啊 从s2当中去便利 当然这个循环变量 我们要改一下 你也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没有关系啊 我们这里直接运行 那么他会分别输出两个内容啊 两个内容 哎第一个上面这个是输出的我们的s1的字符上长度 下面输出的是s2的字符上长度 我们运行一个是1012的长度一个是10的长度你想想如果我还有一个s3的话他是不是这一段代码又得进行重复的去调用了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你不可能希望每天做的这件事情是一种叫做非常枯燥非常机器化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要去哎做一件事情怎么能够为什么能够去解决这样的一个代码荣誉也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代码是不断的去重复的重复的部分我们把它叫做相同的代码啊注意相同的代码你写很多遍的话那么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叫做 代码荣誉代码荣誉然后其次呢还会发现我们这些程序写起来的话它的一个理解起来并不是特别简单我得一行一行的去理解这每行代码的一个作用并且你可以看到在负学环里面这个爱变量是一样的这个变量也是明明是一样的所以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理解起来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这个时候他又有一个缺点叫做 可读性差 能够理解吗 那么这个可读性差早造成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就由由于这些问题啊由于这两个问题所以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吧我们就必须要去使用函数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我们想想把这些重复的部分我可以装到一个地方当我需要用到的时候我再去 重复的去调用我再拿过来就好比说你不可能随身携带一个什么你不可能去随心携带这个 呃叫做什么钱你不可能把这个钱直接装兜里全部的所有的家当全部装兜里你是把钱存放在哪里存放在手机里面存放在这个支付宝里面当你需要花钱的时候你才从支付宝里面去提取出来 对不对是这么一个道理你不可能随身携带的你这些钱 有些人说那我身上就只有两块五对不对只有两块五那你是新鞋带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的这个钱比较多呢你这个身价为你身上存的钱有这个十几万二十多万几百万你不可能把这些钱全部都带在身上我肯定是存放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了函数这么一个概念的产生我们就想啊能不能通过一种方式把我的这个重复性的代码去编写到一个地方当我需要调用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哎使用这么一个工具或者说喊这个名称就能够执行这段代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叫做函数的函数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函数的定义把我们的这个代码封装到这个里面我们只需要取一个函数名称所以这是函数的定义 DF关键字来定义我们的这个函数的名称就是取一个名称就对就好比说你这个存放的地方叫啥 叫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所以你得取一个名称吧在哪家银行里面 你肯定有个名字 那我在这里也是把上面这段代码可以直接复制copy到这个函数里边 上面的代码我就给注释掉 哎有了这些之后呢我现在如果想要去计算这个字号长度我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什么函数名加括号的形式代表函数的一个调用这是函数定义 函数定义和调用这是两个啊这是两个东西那我现在一运行他肯定会输出我这个s1他的一个长度 哎你可以看到他能够输出一个12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说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代码他整个的一个执行逻辑 其实我们df这是我们函数定义的一个关键字这里必须要进行空格后面紧接跟着是函数名称括号这个是用来存放我们函数调用的时候的一些形参的 你你的形参内容都是要放在这个括号里面的然后紧接的是冒号不能少 然后下面保持相同缩近的这部分代码我们把它叫做函数体部分的代码函数体部分的代码也就是说我把这部分东西装到了这个地方装到了这样一个容器里边当我需要用到这个容器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可以通过一个函数名称加括号的形式把里面的东西再拿出来 这就是函数他的一个实现的一个逻辑那实现的一个逻辑现在装进去和拿进来拿出来你都已经学会了分别代表的是函数的定义以及函数的一个调用对函数定义和调用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总结一下首先在函数的定义和调用这一部分函数的定义部分啊必须要有df关键字开头空格必须要有当然你空一格两格三格都没有影响这个是不影响这个程序的啊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会讲究一个编程的一个风格或者说你的代码的一个编写的一个优美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默认保持一个空格就可以了后面更紧紧接着接的是函数名称加括号然后后面还会有一个冒号这个冒号一定要是英文书法下的冒号不能少这是我们的一个定义部分然后呢函数的一个调用部分啊函数的调用部分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函数名称对函数名称你取名字的时候尽量不要和你那 别致的一些名称相同也尽量不要去取一些比如说比较复杂的名称啊你的函数名只能包括对只能包括我们所谓的叫做函数号下号线数字 当然不能以数字开头啊你这个函数名称不能以数字开头 如果以数字开头他会有这个变量的一个提示会有一个提示不浪线的提示 哎这是内容括号的话必须要有括号啊下面我们要去定义行参的时候去传递参数的时候要放括号里面 这是我们的一个内容当然一般来说你在刚开始学习函数的时候一般来还是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做 哎函数的一个 注释的哎函数的注释的对于这个函数的一个功能进行一些相应的说明这个说明就简单的一句话去描述一下这个函数是干啥用的就行了能够去增强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可读性 如果你以后进入到公司里面你去编写程序的时候一般来说你肯定要去写注释啊如果你不写注释别人看你的代码对没办法看懂对没办法看得懂 你们之间的同事之间的一个活作也不是特别的好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去注释一下我们这个函数他到底是啥功能他的功能就是计算 四伏串 长度 哎这是他的一个功能这就是进来去描述他的OK现在我们已经定义好了一个函数了已经实现了一个函数的一个调用那么这就完了吗哎这就完了吗这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吗很多同学在学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就已经把函数都东西感觉已经学完了就不学了就在函数下面的东西就已经忽略掉了那么其实在函数部分后面我们还要讲一个东西叫做函数的返回 为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写了一个这么的函数但是这个函数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计算我们的一个字符上长度的对不对并且能够把这个结构给我们打印出来对结构打印出来但是他和我们内置的这个方法又不太一样 哎这个内置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实现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一个L 等于一个Lan写上一个字符号哈喽 然后呢我可以用这个可以打印这个L这个L接收到的就是我的这个字符号长度而现在你的这个内容当中是没办法用变量来接收你的函数的一个调用返回的一个结果的 也就是说你是没有返回值的啊是没有返回值的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的这个自己定义的这个方法来自己定义的这个函数能够去得到一个值并且把这个值可以进行一个返回啊进行一个返回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讲一下函数的一个返回值对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怎么来实现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值啊 我们只需要在最后的时候啊注意在这里我们不再去打印而是通过一个return来返回这个值就是返回你需要保存的一个结果哎你这个结果是我需要返回出去的哎我就要把它返回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当前对当前这个函数体代码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当你的函数调用完毕之后啊对当你的函数调用完毕之后整个程序的逻辑就没有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当我在这里啊注意看我在这里来一个没有这段哈没有这段代码没有这段代码然后我用一个变量 或者我不进行这个直接进行个函数调用吧来打印当前的这样一个强度 哎直接去打印可不可以注意啊这是函数体里边的代码他在程序当中或者说在内存当中是会有一个所谓的命名空间的这是我们后面要给大家去讲的一个东西你的程序的一个执行逻辑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执行逻辑从上到下一次去执行 然后呢当你的程序走到这里的时候也是遇到df定义函数的这个时候他会在我的内存空间里边去申请一块内存哎假设这就是他申请的一块内存这块内存为他取一个名称取的名称就叫做买了哎去计算我的一个字符画的一个长度的一个名称这是函数名然后呢这块函数名会这个函数名称会指向这块地址而这块地址 当中所存放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块内存的这部分的内容全部把它放到这块内存地址当中哎全部把它放到那块内存地址当中现在还没有去读取啊对现在还没有读取仅仅是开一块这样的内存空间然后程序执行我们的第二步也就是函数的调用因为他仅仅是定义不执行里边的东西 那么往下走走到第二堂函数的调用当函数调用的时候他才会把这块内容放到这个内存空间里面进行什么调用或者执行这块内存空间里边的东西那么你想想执行的内容有哪些无非就是定一个变量s1对不对然后去计算一个定一个变量计算字符刷的一个长度的变量0然后进行一个便利循环循环完成之后这个变量要不断的进行加一进行相加累计哎第六哎这里有个循环 当然这个循环我就不去讲了他会一直循环循环结束啊循环结束当循环结束之后整个程序函数体部分的代码就已经执行完毕了执行完毕意味着函数调用执行完了函数执行调用完毕之后呢整个程序或说整个内存空间就会被清理掉那么你再在这个内存里面去找这么一个变量的话是找不到的所以这里会有波浪线提示哎所以有波浪线提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方式能够在内存 销毁之前把里边保存的数据给我提取出来就好比说你家房子着火了对你家房子着火了在这个房子烧完之前我得先把这个房子里边的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给拿出来对你家里存放的这个我什么金啊银啊是不是你得提前拿出来要不他就都给你烧熔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瑞特来实现在销毁之前我通过瑞特把我这里边的数据给我 我返回返回到外面这一层那我在外面这层就可以找到这么一个变量了能够理解吗我就可以用一个变量去接收这个值了这就是函数的一个返回值他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实现一下把这个return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变量来接收像刚才一样还是用l来接收他的一个返回值然后打印一下也要运行你可以看到打印输出的结果 还是使啊并没有影响 哎并没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简单的去说呃粗略的去讲解一下这个return关键字的他的一个作用首先这个对他是一个关键字你必须要去记住你必须要会拼拼写 虽然拍下给你有一个自动补权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编辑机器没有自动补权你需要去掌握这些关键字他的一个拼写或是要背下来然后呢这个关键字他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叫做返回所以后面的内容我们就把它叫做返回值那么要研究这个返回值你要需要知道几种情况首先第一种我们没有return的情况下哎没有return也就是没有返回值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这行注释掉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运行打印输出的结果是一个none也就是说默认啊如果没有返回值没有return那么他会返回一个空给我们的这个l这个l变量接收到就是一个空的内容 哎空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直写return 所以直写return同样他的输出结果也是不会变的因为你后面还是没有返回值吗并没有直的返回只有一个关键字所以他还是一个空还是一个空这是一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情况了没有返回值的情况当然还会有一些同学直接返回空这样的话你想想他输出结果也是不会变的这是三种形式啊这三种形式就是在我们没有返回值的情况下这三种表现形式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叫做我们可以返回一个值就是只返回一个值的情况下那么他会把你这个变量所保存的数据 重新给到我另外一个l变量给到一个新变量 对作为一个返回值返回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到数据的一个输出 对看到数据的输出 注意这里必须要有空格 当然这是我们返回一个值那我们能不能返回多个值可以比如说我可以再把这个se给进行返回 那么这里我打印的这个结果你看一下他就变成了一个远组在远组的第一部分是我们的返回值呃这个长度s2呃第二部分就是我的se当中的这个数据hello 所以这是一个远组当然你可以选择用这个两个变量来接收我们叫做同步复值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同心打印一下 12和python对12和python也就是说你返回多个值的时候如果你只用一个变量来接收多个的返回值那么他会把这个多个的值放在一个圆组里面用这个变量来接收 但如果你可以选择用一一对应的接收就得一对应接收l对应的是长度s对应的是字符刷也可以这是返回多个值那么再额外强调一下这个reton还有一个作用叫做中断我们函数的一个执行调用 比如说如果你在函数部分啊遇到了或者说你函数里面执行这个程序逻辑的时候只要遇到了reton只要遇到reton那么这个程序就已经结束掉了或者整个函数调用就结束掉了 哪怕你后面比如说你可能还有一个s2等于0对或者还有一段打印打印一下s2有这些逻辑根本没有用他不会执行他不会执行遇到reton这个程序就结束掉了那么47行48行这段两行代码就没有用了就不执行所以这是reton的另外一个用法当然reton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比如说还会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作为把它作为把我们的函数名称作为一个返回值返回的这个是在我们后面 的装饰器部分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函数的进阶部分要讲的内容这是函数的返回值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里边我们讲了函数的返回值再来介绍一下简单的函数的一个参数部分 函数的参数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已经把函数的返回值相关的一些内容已经研究清楚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还觉得这个函数不是特别完美 为什么不是特别完美呀你也可以看到我在这里想要计算一下s1这个字符号长度我这里写上s1我要计算s2我是不是在这里还得带定一个s2呀所以这个时候就感觉有点什么麻烦对还是有点麻烦相对来说有点麻烦我想要实现一个不管我们传进去什么样的内容他都可以去计算一个字符号长度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去写啊 哎这是一轴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来一个 哎这样的话他也是能够直接计算的根据我这个传进去的值去计算这个长度而你在这里呢只能计算s1的长度 因为你在函数里边是只有s1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值是可以随着我进行调用的时候根据我的使用场景去发生改变的 能够理解吗根据我的使用场景会发生改变我想要用什么的时候我就不让他变成什么对不对 我想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像样的一个工具比如说这个函数就是一个工具哎函数就是一个工具就好比是一个简子吧 当我需要剪指甲的时候可以拿这个东西拿做什么剪指甲那剪指甲当我需要去剪一个纸的时候可以拿这个简子去剪指对但是你得结合具体的场景去使用它 那我现在也是啊对现在也是我们就要讲了一下这个s1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参数进行传递也就是它使用的时候针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改变 那我们这里就要去讲一下我们计算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整个函数的一个执行啊这个函数复制一下 放下面那么现在这个s1我就可以删掉了对s1就可以删掉了我可以把s1作为参数给传递进来哎s1作为参数给传递进来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函数的调用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参数的一个传递了哎参数的一个传递了比如说我们刚才写的是一个哈喽 拍手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哈喽拍手传递进去你来看一下运行结果 12那我把这个拍手再给减掉现在只有5个字符哎返回5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调用形式其实就是一个参数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当中啊传递参数的这个过程我们叫他哎把这个把这个函数调用的过过程当中传递的这部分内容我们叫他传递参数过程叫简称叫做传参啊传参的一个过程 那么s1这里的内容你可以变啊这个内容这个形参名是可以随意的更改的我取名s2可不可以那当然你这里也要改s2没有问题你哪怕你叫s 也没有问题他只是一个形参的名称这叫做形参 形式参数而我们实际调用的时候传进去的值我们叫做实参叫做实际参数 这是这两个参数的一个含义一个是函数定义的时候的一个形参一个是函数调用的时候的一个实参是吧这是他那个区别吧插入一个区别 那么传递这多个参数当然你可以再去定义 x 对不对哎这里也可以再多传一个10 那这里你可以打印返回一个x 510对10就是我们传进去的一个实际的值x 所以这是可以传递多个值的啊可以传递多个的参数对传递多个的参数多个的参数我们可以用斗话来进行分割 哎来斗话分割而我们这里传参的方式默认的是按照位置传 拍哈喽这个字符串对应的是s x对应的是10这是按照位置团 当然我们还可以按照关键字进行传参 什么叫做关按照关键字进行传参啊我们可以指定比如说让s等于我们的这个什么哈喽字符串让我们的x等于我们的10这样一个整形数据这样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顺序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打乱哎这个顺序是可以打乱的当你去通过关键字去传的时候这个顺序就不用按照这个一一对应了我可以先写上x等于10 然后s等于一个哈喽对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看到 还是打印的5这个5还是长度因为你看到他返回的值啊还是先返回长度然后再返回这个整形数据对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传参啊当然你还可以进行混合使用 你还可以进行混合使用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这么去写 你这么去写的话注意你这么去写的话看一下他会不会报错他会报错为什么会报错呀 首先你在这里10没有他会默认啊因为你没有指定所以他就会不按照关键字传他还会按照位置传他会把s接收为10而你这个s又等于哈喽这个字传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叫做重复命名 在重复命名就好比说每个人只能拿一个苹果但是你非要拿两个那么这不是坏了规矩吗对了坏了规矩所以他就会来了个报错哎坏一个报来一个报错他告诉你这个s这个 参数他的一个问题出现了一个重复的一个定义所以这里你必须要把位置参数放在你的关键数参数之前并且每一个行餐你必须只能复值一次你不能复值多次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 我们可以改成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哈喽 做号x等于一个10这样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不会重复定义哈喽s x呢是10这是不重复定义就能够正确的传三啊能够正确的传三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叫做默认参数的一个东西什么叫做默认参数啊我们把这份内容再给出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是要去进行介绍我们的每位同学的一个信息那么就是info 括号里边我可以写上内容姓名学生的一个性别当然假设我们是理科班那么每位同学的性别都是男大部分同学都是男我可以定一个这样的行餐 男 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来打印一下我们不写这个注释了啊我就直接打印打印 新同学的名称打印新同学的性别那么在我函数进行调用这个info函数的时候我可以直接传进去一个子比如说马克我们直接运行哎 你可以看到我只传进去了名称但是我没有传性别那么这个性别他就会使用我们默认的这个参数难哎 马克难对马克难这样的话我在传参的时候就会少一定的工作量哎少一定的工作量对不对我就不用去写这个性别了 大部分同学都是男的那么比如说还有什么哎其他 算了对其他同学他也是男的那我就可以这么去写 也就是说那我非要去额外的去添加这一个步骤呢非要去多多添加一个参数呢 这样也可以 这样不会报错哎这样也是支持的 当然我们还提过有些同学万一你们班里边新来了个女生是呃新来了一个人他是个女生呢新同学是个女生呢 比如说叫做小红吧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直接额外的添加这个参数了女 哎他打印结果是不会出现问题的这是默认参数的一个使用 当然在默认参数这部分呢还存在一个陷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然后呢写上一个 然后呢写上一个 然后写上一个 然后写上一个 就是打印这个列表 这是函数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是函数功能 现在我要调用这个函数 我要向里面去传进去我的值 传进去我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我要传进去的有内容是 一 哎我要传进去一 我们运行 看一下他输出结果哎打印出来 哎是一对不对 那我向这个列表当中去添加这个一 那这个列表里面就有了一个一对 有了一个一这没问题 那我现在 再去调用 我要向里边去添加一个 二 哎注意添加一个二 那么这个时候我问一下大家注意问一下大家 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他返回的这个l 结果是啥 哎在听的同学这个二 现在这个二啊是a 注意现在这个二是a 那我a 把这个二传到这个列表里面 这个列表空列表 我向这个里边去添加一个二 那他打印的应该格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认为啊认为是这种样子的 哎认为是我选中的这个样子的刷个一好吧 我看一下大家对这个函数部分的一个理解 认为输出结果是这样子的你刷个一 只有一个同学认为啊其他同学都没有认为吗 那我在这里说一下那可能确实出错了我给大家运行一下看一下 他并不是像我们刚才想象当中出现的这种形式 哎这种形式 看一下 他不是这种形式 为什么不是这种形式 按理刷来说我们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呀 对不对 你这里边有个2A就是2对 L是一个空列表 我把这个列表把这个2传到这个列表里面那里边不就是一个2吗 对按理说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里我们要去讲究一个东西讲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的如果你的默认参数就是你的L默认参数是一个可变的数据类型 可变的数据类型 那么你就很容易去掉到这样一个陷阱里面 或者说掉到一个这样的四维怪圈里面 哎这不是你这个你的问题 而是这里边啊他默认的 只要你的默认参数是一个可变的数据类型 什么叫做可变的呀 列表就是可变的 还有一种可变的数据类型想想你能举出来几种可变的数据类型 你自己现在能够在脑子里面说出来几种可变数据类型 列表是一种了还有什么是可变的 就是可以变化的数据 想想有哪几种 自己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基础学完的同学对不对 基础学完的同学应该有这么一个概念要知道啥是可变啥是不可变 当你遇到这种默认参数是可变的数据类型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注意 他在前面调用了一次已经把这个L里边去填进去了一个数字一 对吧哎他已经有一个一了 所以第二次放抗二在调用参数且传进去二的时候 其实这里边其实在我原有的基础上是在我原有的这个列表这个L他就等于一个一 他又等于他了 哎因为他是可变的吗 他因为他是可变的 他在内存里面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他再往里面就添加的A就添加的二那就一 等我号 二 对一等号二 对一等号二 但我如果把前面这行就是第一次调用的这函数的这个东西给结束掉或者说给他注视掉不去调用 那你看一下这个时候输出的结果是我们理想当中的一个状态 对只要你前面有函数的重复的调用比如传进去一个一了 对不对以及你下面还有可能有这个放可三 你看一下他的一个打印顺序打印逻辑 这就是一个思维怪圈啊不是自己的逻辑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这里是有一个默认参数的一个陷阱部分你在使用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 是吧把这个默认参数设置为一个可变的数据类型 如果你这样设置的话很很容易啊 在这个思维上转变不过来 在思维上转变不过来 这是这个默认参数的一个内容 好吧提了一个陷阱 然后再来说一下 那么像我们在传餐的时候你也发现了我定义几个行餐 我这里就要去传递几个食餐 那我如果传递的这个行呃食餐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我要传递进去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怎么办 哎我常传出九个值 也有有的时候我也可能说我不知道我要传递几个值 对有可能我不知道传递几个值 比如说我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 求和的对求和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是用来求和的啊求和的 不管是几个数字你哪怕你写个一写个二 让我去求一和二的和 那么就是三吗 哎他也能求哪怕你求三四五六七这样的数字 我也能去求和 所以我不限定他的一个长度 我要去实现这么一个函数怎么去实现 我们可以用不定藏或说叫做动态参数来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动态参数呢我们介绍一个叫做 星args 这个一这就叫做动态参数你就写这么一个参数就行了 好吧写这么一个参数就行了 我们写上一个和 0 然后呢我进行一个复循环 从我们的这样一个参数里边行餐里边去便利出来 我接收到的很多的数据 然后去进行和的一个什么加等于的一个操作加等一 然后直接return return什么 和吗 然后呢我函数掉用传进去的一二三四 然后打印这个和看一下他能不能计算 这个结果对不对 这个结果对不对 这里啊不应该加一啊应该是加的按 你应该是让一加二加三加四才对 你不能加一啊 你要加按我们现在再运行 十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吧 这个结果是对的对 结果是对的 那我现在掉用的时候 我现在又想再加个五 他是不是也能计算 而我的函数部分还需要动吗 我的参数还要去加参数吗 不用加了 这就叫做动态参数 你不管传进去多少个实际的值 他这里都用统一用这个 A星RGS来接收 所以这个星RGS接收的 他会保存成一个圆组的形式 哎圆组的形式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负循环去便利这个圆组 便利这个圆组 打印出来的内容 对打印出来 里边的内容就是里边的一二三四五 他会把你传进去的这些东西保存成一个圆组 给到我的星RGS 这是我的这个动态参数 当然解决同学说 那我有的时候我传进去的值不一定是这种样子的 也不一定是一二三四五 我可能传进去的是我们定义的这种形式 我们看一下啊 大家不是说举了一个自我介绍的例子吗 哎自我介绍的例子 现在我们还是同样来介绍一个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展示一下学生的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对传进去的内容就不一致了 我传进去的内容可能是这种样子的 info对介绍信息 我传进去的内容是name等于马克 然后呢 还有一个性别等于男对 我可能这么去传 这么去传的话 我可能就传这是一个人的对 这是一个人的 那我还有可能再往下 再往下 再来传一下 比如说还可能再加一些其他的条件 比如说年纪 对 年纪年纪的话是20 对我可能会这么去传 那么想想后面的值一个人的信息 其他有多个方面 除了姓名 性别 年纪 还可能有什么身高啊 身材啊等等一些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 你可能还得有的时候可能会额外的添加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 再去额外的去定义他的行餐了 我可以通过一个叫做 星星 KW ARGS 这样一个动态看数 一种特殊的动态看数 还行 来写 表示啊 来表示 那么这种形式你可以打印一下 看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运行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他会返回 他会把你传进去的这些内容 变成一个什么字典 字典 那我想要去取里面的东西 我就可以通过字典来取吗 这不就是一个字典吗 我要比如说我要获取的是 名称 对 还有 性别 那我就可以直接这么去写 他是不是能够直接打印马克男 那我额外的如果要再添加一个 比如说 刚才说的有个 年纪 20 所以我要添加这个 添加这个性别年纪啊20 当然这个值我要把它变成这个 合理的一个账 放开 哎我要这么去添加 这个不能用冒号啊应该用等号 也不能用冒号 对我把这个年纪添加进去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不会报错 但是我这里只要的是内 和这个 性别 我要如果还需要这个 年纪的话 我可以在后面再去追加 用字典的取值方式 添加一个我们的年纪 他其实也被添加到这个字典里面了 对添加到这个字典里面了 所以说这个方式啊 这个星星 kwgs 他会把你接收到这些数据 这种形式的数据 保存成字典 其实就是对应关系吗 内蒙对应马克 那就是内蒙对马克 对应关系 性别 six对应难 那six对应难 对不对 对应关系 把这种对应关系的这种 呃参数变成字典传进去 那我在取的时候 我也是通过字典的取值方式去取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星星kwgs 这个内容 能够理解吗 ok这就是我们的动态参数的部分了 你其实就在这里就已经把基本的这些参数 就已经给学会了 行餐位置参数 然后这个不行餐 不是你不是行餐 是位置参数 然后关键字参数 默认参数 和动态参数 也有一种叫法叫做不定常参数 对不对 哎把这些参数给搞懂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介绍一下了 或者说来总结一下这个函数的基础部分的内容 首先我们面向过程式的编程方式 就是你以往就写的编程 不用函数的话 那么很容易出现一种问题叫做代码荣语 以及我们所谓的叫做可读性差 这两个原因 对哎这两种原因 然后呢 由于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去进行解决 所以我们引入了函数这么一个概念 怎么去定义一个函数呢 或者怎么去使用这个函数呢 定义函数的一个规则 首先df关键字开头 空格后面跟一个函数的名称 函数的名称 一定要去遵循这个函数定义的一个名称 命名的一个规范 后面再加个括号 再加个冒号 哎这表示我们函数的定义部分 然后后面你可以写函数的注释 对 有括号里面也可以去写我们函数的参数 这个参数是很有很多种的 对 比如说默认的就是我们遵循的叫做位置参数 位置参数 按照位置去传参 然后呢 相同缩近的这部分函数里面相同缩近的这部分代码 我们叫做函数体代码函数体代码 reten叫做函数的返回值 后面接着是函数的返回值 这就是函数的定义 那函数的调用的时候呢 函数名加括号代表函数的一个调用 对不对函数 定义函数名加括号代表函数的调用 函数调餐传餐的时候 或说我函数调用的时候 有如果有参数有形餐 我需要去传递食餐 餐对 全餐餐 然后呢函数的返回值 如果函数有返回值 你可以用一个边论来接收返回值 如果有多个 你也可以用多个边论来接收返回值 对 当然尽量要和你的返回值的数目要一致 你这里返回两个值 你这里可以用两个边来接收 你返回三个值 我可以用三个边来来接收 接收你的返回值 当然你要注意有返回值和无返回值的情况 哎区别 然后紧接着就到参数部分了 那么这个参数部分呢 我也不去给大家去 重复讲一遍了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一个思维导图来理解整个的一个内容 这里可以看到啊 我在这里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个思维导图 你自己学完函数这部分内容之后 应该在脑子里面 或者说你可以在一张纸上啊去画出来 或者说应该去可以构建出来这么一张思维导图 如果你能够建出来那么说明你这部分学的应该已经到位了 如果你想不出来哎 没有这么一个脉络的话 那你说白了 你觉得还是不到位 因为你记忆点还是有一些混乱的混淆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讲的啊 参数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行餐 一个叫做食餐 那么在行餐部分呢 其实行餐它是定义在我们的函数部分的 就是你定义函数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呃定义的时候啊 接收的就是行餐 那这个行餐它也分这个总类和他的一个定义顺序 首先我们按照位置参数位置参数 我就不用说了一一对应嘛 对一对应ABCD 那你传递值的时候就是1234对1234 按照这个位置传 默认参数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设定这个默认值 那我传我调用的时候可以不必去传 他会使用默认的如果我不传他就使用默认值 对不传的话我就使用默认值 当然这里会存在一个默认参数的一个陷阱 当我们的默认参数定义成一种可变的数据类型的时候 他会陷入一个 或者说会导致啊我们陷入一个思维逻辑的一个怪圈 也叫做陷阱 这个陷阱部分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一定要注意 哎可变参数可变的数据类型 动态参数 新alwgs呃这个新algs和动态参数星星kwgs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接收多个位置参数组成原主 一个是接收多个关键字参数组成字典 哎组成字典 如果没有值他返回的是一个空的原主 一个没有值他会返回一个花括号空的一个什么字典 这是他们的一个形式 那么在实参这一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实参这一部分 实参这一部分呢 他是定义在或者说他的一个作用是在我们函数调用的时候是传入的 叫实际参数 那么他也会讲究我们所谓的一个参数的一个类型和定义顺序 按照位置参按照关键字参对 这些我都不用去讲 以及你按照这个星对星括号传递多个位置参数 星星原这个字典的形式传递多个关键字参数 这种方式都可以哎都可以 这是我们的一个参数和醒餐 把这份搞懂之后我们的函数部分的基础部分就已经写完了好吧 啊能够听懂的同学刷个一好吧能够听懂的同学刷个一 这就是函数部分啊 这就是函数部分最基础的内容好吧 函数部分最基础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部分内容呢 在我们的整个的系统型学习课程大纲当中 是在这个函数的这部分就是高级开发课程当中讲这个函数的一个定义 调用参数返回值哎把这一份已经差不多你就应该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那么还剩下的有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函数的应用签套使用地规秘名函数装置器生生器迭代器这些内容 当然再往后你要去学类的一些东西了 所以你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学习方程和方法 如果你想要跟着老师系统学习这个课程大纲上所有内容的同学可以去加一下我们的清风老师的微信 主要这个课程大纲以及去咨询这个课程内容 哎咨询这个课程 那么在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活动优惠的有一个我们的双弹的一个活动 你可以去自行了解一下有一个千元的优惠券以及一个十二期免息的一个活动 还有一个也学习物有卡一年内课程更新免费学的一个机会 还有能够免费获取我们的一个算法课程内容以及外部框架课程的一个学习机会免费学免费学 然后还会参加我那个面试透讯班是吧针对于一些找工作的同学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对于这个课程感兴趣的同学你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了解一下这个课程活动是有这个名额限定的每天两个呃OK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同学刷得鲜花我就先下课了有问题的同学可以下课之后想要咨询课程的去加清风老师的微信去了解好吧 把他的微信二维码给他发呃这个微信号发一下 全是哦 感谢观看